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是Brian B 我是Brian B,不是Brian V 我在新加坡工作了大概有五個月 之前有想跟大家介紹一些新加坡好玩的地方 好吃的地方 但是一路來都沒有時間 今天我終於有時間了 為什麼要不要說話語 因為我在新加坡 如果講話語會比較接近這裡的地氣 好了,今天要帶大家去什麼地方呢? 又好玩、又好喝、又好聚會的 一個很棒的這個Bistro 就在Taising BED Bistro 這個地方有驚喜、有音樂 就在這裡 來,我們今天就帶 我就帶你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這個Taising BED Bistro Let's go! OK,它就在這個Taising BED Bistro 香港Taising BED Bistro 那邊,那邊 哇,期待 好啦,終於到了新加坡Taising BED Bistro了 還有Bistro除了有美酒喝 當然我要先介紹的就是它的美食 我跟你說它的美食 我看應該是全新加坡第一家可以做到這樣的就是 蘋果木燒鴨 好了,除了蘋果木燒鴨呢 我們裡面呢,Pistro裡面還有一個酒家 酒家 酒家裡面呢,它的美食都是一般上 你們在酒樓可以吃到的東西 所以呢,要介紹這個 來到這裡一定要吃這個蘋果木燒鴨 除了蘋果木燒鴨呢 我們裡面還有這個日本餐廳啦 拉麵啦 很新鮮很新鮮的這個刺身 但魚上啊,就是我的撒西米啊 除了有這些呢 都有很多一些小吃啦 所以要介紹一下裡面所有的餐廳還有酒吧 Let's go 門口要進來呢 門口一進來呢 就是,哇,日本餐廳 哇 好,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這個蘋果木燒鴨 哎呦,哇 那,全部都是火的海鮮和河鮮喔 不是樓的,這個東西 你看,新鮮 哇,不是朗得去命的 這個就是蘋果木燒鴨 蘋果木燒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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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啊 哇,今天發達了 我遇到美女了 你看看,有多少美女 哇 有美女陪我吃飯 何樂而不為 好棒 他們說今晚好吃 好吃 好,九樓 隔壁就是這裡的這個舞台呢 哎呀,在這個舞台啦 要等8點15分 8點15分 就有一些很出名的歌手 還有Live Band 三場的演出 星期到星期六 有不同的歌手都在這裡演出 包括我在這裡演出 所以呢 8點15分 不貴不醉 Let's go 新的一年越來越美麗 哇 剛剛吃完了 它那個蘋果木燒鴨 其實如果大家有吃過 北京烤鴨的話 它就像好像北京烤鴨這樣 它燒的那個皮脆脆的 它切下來 就放在一個那種麵粉 然後放一點蔥 然後吃下去 哇 這個皮很像那個蘋果木的那種 煙燻味 很有特色 當然味道呢 味道就好像那種 北京烤鴨的味道 但是它的味道做得很出色 然後肉質也有飽滿 不錯不錯 好啦 當然今天只可以吃這個北京烤鴨 蘋果木 北京烤鴨 那今天我就不試它的余生 它的日本餐 現在我要過去 聽歌 Let's go 你看吧 準備好了 哇 哇 剛好我有一個朋友來了 他叫了這個 肉質燒啊 哇 真的有紅色色喔 哇 我朋友呢 我朋友就叫了這個 三文魚龍船 耶 我做得很出色 這裡的日本餐 五湯 一片 六湯 一片 六湯 五湯 五湯 二片 五湯 五湯 六湯 六湯 五湯 五湯 六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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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